日军入侵澳大利亚 澳军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日军 进行了殊死抵抗 丛林击战 日军各种偷袭 对俘虏的澳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澳军则也毫不手软 一报之报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一部澳大利亚战争电影 苦战 柯柯达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讲述了二战期间 澳军与日军的一场苦战 1942年 残酷的日本战争机器 如病毒般席卷东南亚 同时上万名日军 从柯柯达抄小路向澳大利亚挺进 此时美军在菲律宾对日作战 欲帮无力 孤立无援的澳大利亚 为应对这一危机 派遣出了一个民兵营 去柯柯达某村落附近 进行决陆与巡逻 主要负责防守任务 他们已经坚持了两个星期 伤的伤 病的病 精疲力尽 士兵们不仅缺乏食物 睡眠 有的士兵还不幸染上了瘧疾 如今许多士兵濒临崩溃 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 大部队赶紧来支援他们 因为如果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他们根本就是待宰的羔羊 这天作战经验丰富的大兵捷克 向士兵们传达上级的命令 日军很可能在今晚来饭 他们要去山上丛林加强巡逻 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日军 潮湿的丛林里之前职守的士兵 接到同伴送来的弹药与物资 努力打起精神 在场的士兵们端着枪 一动不动时刻保持着警觉 没人知道战争何时大象 更没人知道日军从哪里突袭 他们只有瞪大双眼 观察着周围丛林里的动静 很快伴着落日的余晖 一名大兵正拿着望远镜 观察前方情况时 一名全副伪装的日军 从他身后窜了出来 用匕首直接抹了那名大兵的脖子 大兵前方的狙击手回头看到 战友被杀 挡起朝着对方扑了上去 两人激烈地打斗 让其他傲兵知道了日军来袭 因为人手不够 所以远处的士兵只能守在原位置 阻止其他偷袭的日军 面对数十倍的日军摸上山头 竟然还鬼鬼祟祟地搞偷袭 这支民兵小队真是有苦难言 相比于装备齐全的日军 他们的装备简直不要太落后 不仅机枪卡壳活力不够 连士兵都没受过训练 一开枪就会发抖 然而这在战场上都是致命的 那名日军被进出的一名傲兵给射杀了后 日军开始进攻 一场丛林之战就此大象 双方你来我往 但是很明显 日军的火力不知要比傲军的火力猛上多少倍 日军密集的火力吓得一名傲兵丢下战友 抬腿就往后方丛林里跑去 很快所有傲兵都抵挡不住 敌人凶猛的攻势 一部分傲兵选择了保存实力 赶紧撤退 那名逃跑的大兵 此时在丛林里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躲避着这场残酷的战斗 但还剩下一部分士兵在前线与日军缠斗 面对紧急撤退的命令 他们依然选择战斗 由于日军持续的轰炸和袭击 最后士兵们实在是抵挡不住 在一名大兵的强力掩护下 其余士兵纷纷撤退 丛林里撤退傲兵们在清点人数时发现 有三名战友失踪 现在队伍中还有一人受了伤 情况不容乐观 另一边躲避日军的逃兵 以为自己安全了 不想刚爬出来 便迎头遇到了一名日本兵 直见那名日本兵走进傲兵 拿着带刺刀的枪 朝着对方脑袋一刀下去 戳死了对方 另一边撤退的傲兵 通过通讯向长官报告情况 他们的队长已经牺牲 日军至少有一个连的兵力 然而没等对方回信 通信就被切断了 这支群龙无首的小分队 就这样被隔离在敌县后方的丛林中 就在众人警戒时 一名傲兵从丛林里跑了出来 让同伴一起去营救另一名 被日军围困的士兵 现在敌强抹弱 其他士兵们都心油气气 不敢贸然前去 杰克在这时站了出来 说他愿意去 一名老兵当即拦住了他 表示他还不是老大 不能擅自行动 不想大伙都同意了杰克的行动 急枪手也不便再说什么 于是杰克部署行动 一人留下看守伤员 其他士兵前去营救队友 杰克和队友们发现了 被日军抓住的一名队友 日军没有急着杀他 而是将他绑在树上 一人一刀地朝着对方身上捅 直至对方被活活痛死 最后肠子都留了一地 杰克看着队友被折磨至死 也只能忍住愤怒 赶紧撤离 在撤离途中 他又遇到了一名 被日军冲散的傲兵 然而那名大兵还没说两句话 就被韦随尔的日军射杀了 杰克与队友也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男人急忙带着惊慌的队友 逃离了日军的攻击 杰克从日军进攻路线 推断出了日军行进的大致方向 因此他知道如何躲过日军 下山回到营地 两人在漆黑的丛林中摸索前行 与其他人回合 很快黎明时分 几只搜救小队都无功而返 在休息的时候 杰克告诉众人 他们前后都有日军 只能从山里的丛林迂回撤退 他们可以从一条陡峭 但是十分隐蔽的小路 绕过日军回到营地 热带丛林有多危险 大家心里都明白 但是这些与日军的残忍行径相比 好像有些不值一提了 因为落入日军手里 肯定必死无疑 而且死相十分难堪 所以还不如搏一搏 于是一行人 按照杰克所说的路线前进 可是这样崎岖的山落 每个士兵走着都非常艰难 所以更别提颓伤 还有伤的大兵了 没走多久 每个人都已经自顾不暇了 皮上有伤的士兵掉队了 一枚队员发现后将其带回 到了夜里 一行人在骤降的气温里 轮流之夜 站坐休息 而不想再拖累队友的那名伤兵 带上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 趁着哨兵不注意 半夜悄悄离开了队伍 次日一早 所有人都发现 受伤的战友不见了 一行人面对受伤的战友 是找回来 还是就此跑起 难以抉择 大兵们就这样站在原地 停留了片刻 然后一个个拿起枪 默然前进 而那名伤兵 就躲在不远处的 一个破旧的棚子里 迎接人生最后的重要时刻 接着黎明的光亮 这支民兵小队 继续穿梭在丛林中 一名大兵惊喜地看到了 前面不远处 有一名同伴子休息 他以为是那名伤兵 不想救灾地回头 想要告诉队友时 前面丛林里隐藏的日军 突然开火 双方再次打了起来 一时间枪林弹雨 原来狡诈的日军 穿着澳方的军装 想要骗澳兵上当 还好是一小股日军 一番激战过后 杰克等人消灭了这股日军 其中一名新兵端着枪 指着树下的一名日本伤兵 问老兵他该怎么办 老兵一言不发 上去就是一缩子 用实际行动 教导新兵 以后就这么办 杰克不一句题外话 被日本牵连进二战的澳大利亚 就连战后对日本也没有手软 东京审判时 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 主张审判天皇的国家 并且态度坚决 必须处死羽人天皇 提交的甲级战犯名单 足有一百人 是中国的三倍之多 且名单上面 头一位就是羽人天皇 澳大利亚当真做到 虽然在二战中 打击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贡献 不是最大的 但却是战后 惩罚日本战犯最卖力的一个 话归正题 此战过后 他们这支小队多了一名伤员 小队只能做一个检疫担架 抬着伤员前行 在经过一条河时 抬着担架的几人 险些被河水淹没 他们来到一处草丛里 作为小队领导的杰克 让其他士兵先行前行 他与两名队员照顾伤员 一行人在一处简陋的茅草屋落脚 这时一名老兵提议 让伤兵自生自灭 他不想在丛林里被拖累死 即使要死 也要死在与日军作战的战场上 伤兵当然也知道 现在情况紧急 他也不想拖大家后腿 甘愿让大家放弃他 山兵告诉杰克 可以当他已经死了 但杰克却不忍心 另一名新兵也不忍心 表示他愿意留下照顾伤兵 老兵听闻非常气愤 最后还是那名伤兵说服了杰克 杰克给伤兵留下了一些弹药 那名新兵也留了下来 其他人则继续前行 他们这对民兵拼了一路 也死了一路 只剩下最后三人 很快他们三人也陷入了困境 那就是迷路了 最后走投无路的三人 决定裁硬币 决定去向 一路走来 生存意志最强烈的杰克 都没有了太高的斗志 为此老兵告诉杰克 如果他受伤了 这杰克会毫不犹豫地 把他丢下 所以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三人休息片刻后 开始攀爬前行 转眼间到了晚上 杰克一行人在休息时 遇到了一只路骨的日军 杰克当机立断 决定与队友偷袭日军 正所谓 有早没早 先打一杆子再说 于是一名大兵先悄悄 摸到一名日本兵后面 用匕首解决了对方 打开突破口 杰克则紧随其后 扑住前面的队友 朝对面的日本兵 扔出了一枚手榴弹 紧接着 两人的同伴 对着其他残余的日本兵 就是一顿扫射 三人见好就收 随即掉头 逃离了日军的尾部 三人经过一晚上的奔波 误打误撞地 遇到了一支友军 他们三人就此 回到后方大部队之中 而丛林里留下的两名士兵 却很快迎来了日军搜捕 看守伤员的士兵 为战友引开了那对日本兵 但最后还是在丛林里 遭到了对方的透露 而在营地这边 情况很快也变得严峻起来 杰克与队友刚走出了丛林 已经精疲力竭 想要好好休整一番 然而前线撑不住的消息 很快传了过来 这三个刚从生死线爬回来的大兵 又回到了前线 在前线上 他们才知道 这里都是一些瘸了腿 断了手的伤兵 可是他们不能眼看阵地 被日军攻陷 于是又义无反顾地冲返战斗 他们三人来到战壕 与其他士兵一同作战 夜幕降临 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 大雨倾盆而下 全副戒备的杰克 耳边不断传来丛林里 死去战友的声音 然而就在杰克与队友 想要喘口气时 日军攻了过来 战争就是这么猝不及防 一时间子弹打得满天飞 黑夜中只剩下不断闪现的火光 所有澳军为了守住身后的小路 对着日军猛烈开火 没过多久 从林逃出来的一名大兵牺牲 杰克与一名老兵 带着悲愤的心情 竭尽全力继续作战 此战过后 杰克与战友正式编入了作战部队 与后续的阎军一起 继续在第一项抗击日军 影片最后 澳军由于以寡敌众 被迫从原来的营地撤退 之后打了一系列的后卫战争 又经过了三个星期的浴血分战 日军这才被迫撤退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影片改编自 二战澳大利亚抵抗日本侵略的 最著名的一场生长 科科达小径战役 新吉内亚战役的前兽战 1942年 日本调动20多万人 发动了这次回战 为此 日军派出了丛林作战的高手 步兵第41福山连队 而澳洲负责防守的第39营 只是个民兵营 这部电影上映后 据39营仍健在的老兵们说 真是感觉假 铁哥看完后都觉得 即使是打丛林战 即使看不到日本人的脸 也不禁会为战争的恐怖与残忍 感到战力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电影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铁哥聊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